萧廷生下线了,小皇帝的表现也让人欣慰,虽然人在高位,有诸多身不由己,但依然是个好孩子萧廷生去世的消息传来,虽然身边有母后,朝臣,太监,但是小皇帝还是忍不住流眼泪,拿袖子遮面拒绝了母后的手剑,在寻守府的紧逼之下,迫不得已处罚平京,解散长林,之后小皇帝潜散众人,一个人失声痛哭,而他的母后还不满足,真敢尽杀绝杀害平京。 之后你哭都没地方哭,而后,小皇帝亲自去长林王府,并下跪调宴在古代皇帝亲调宴不得见,一般只是派人代表皇帝调宴读记文,小皇帝起身后可怜巴巴的叫着平京,在小皇帝心中,平京哥哥永远是他最喜欢的哥哥,小皇帝问平京是不是不回来了,他想告诉平京哥哥,也许过两年,我就可以做主了小皇帝,唯一的遗憾就是年岁上小,虽然被先帝,老王爷教导得很好, 但是母亲舅舅,目光短浅,心胸狭隘,如果给小皇帝足够的时间,他应该会成长为像他祖父,父亲那样的一代年军。